好 在輕鬆點我們要看到 大甲媽祖遶境活動即將在二十一號起駕 來帶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大甲鎮藍宮的周邊 有什麼是在地的必吃美食 首先是這個雙蛋蔥油餅 超大顆的酥炸肉丸 以及大甲必吃的招牌芋頭酥 這全部都是物美價廉 保持銅板價格 而隨著這個遶境時間接近 業者現在備貨量也是拉高 準備來迎接這大批的賞客 大甲招牌芋頭綿密打成泥 一顆顆放進滾燙油鍋酥炸 金黃色外皮傳來鎮鎮玉香 湯味前大排長龍 香酥玉泥球雙手搬開 熱氣飄散伴隨濃郁香甜 這樣的好滋味 老闆說平日最少也會賣上千顆 因應大甲媽祖繞境 加上疫情解封 人潮湧入 備貨量還會再拉更高 而回饋消費者儘管物價飛漲 一顆還是只要10元 大甲通班美食不止如此 大顆肉丸丟進油鍋 炸到外皮卡滋卡滋 切開裡頭大塊豬排 滿滿筍子淋上花生粉和醬汁 一大碗50元就能解決 陶客同樣愛不釋手 拜拜都會吃啊 炸起來之後它的口感很豐富啊 盡量就跟平時 大概會多一兩成 最少要一兩成 好滋味已經在大甲飄香50多年 老闆在回軟當天 還會準備免費肉丸 和香客結園 珍南宮周邊在地美食物美價廉 沿著廟前順天路繼續直走 陣陣淡香飄出 擀麵撒青蔥下油鍋香煎 九層塔提味 再奢侈打上兩顆雞蛋 雙蛋蔥油餅塔香濃郁 餅皮Q彈油嚼勁 還有外地人到大甲也專程過來賣 在網路上看到 就可能IG什麼的 就蠻推薦這家 我們會以為是蛋的價格漲 應該是短時間啦 沒有想不到這次維持到快一年 老闆說一蘭雞蛋價格已經翻倍 漲了又漲 短時間內看不到盡頭 但還是搖牙維持目前售價 甚至在起假當天 還要為香客準備熱騰騰的素蔥餅 免費提供要讓大家吃飽飽 跟著媽祖一路往南 記者高於賴文良 台中報導